忠誠一點可以看哪些板塊 我個人可以留意一個是金融板塊的 我們先說一下現在環球的局勢 就是剛才所說美股就會面臨著兩大因素 港股就會面臨著五大因素 同時我自己預期港股短期兩個因素 在第二季 會有機會慢慢好轉 但是 投資者也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烏克蘭局勢 和中概股退市這個憂慮 是慢慢會被市場接納或者有所消退的情況之下 反而一些長期的因素 會再 會再令到市場 或者投資者再度關注 當中一個就是美國加息 同時見到美國宣佈第一次加息之後 預期在 今年正德的時間 如果按照每次0.25加的幅度的話 都還有六次 市場現在都預期五月份又是50個基點加息 我相信這些對於金融股來說 會是一個 長期的利好 當然市場原先也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烏克蘭局勢 會影響到美國加息的步伐 暫時來看就真的未必會 因為我真的相信 美國來加息化與慢 最終最後還是提醒一個通脹數據 暫時看到環球的 大宗商品價格 甚至乎原油價格 還是處於一個 相對比較高的位置 我想美國短期通脹大幅回落 出現的機會 真的不是特別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投資者不妨可以再度關注一些 大型的金融股 包括了一些大型國震銀行股 例如匯豐那些 加息就有利於 它的整息差距發展 至於其他金融股 包括了友邦 港交所 那些都可以留意 在一個加息的環境之下 其實是有利於 它們在一些投資工具上面 包括債券方面的收益率 當然 以友邦來說 可能更加大的因素 就是一個疫情的發展 但是看到本港的一個 疫情的數字 其實近期都開始出現一個 下降的情況 我想對於友邦 在另一方面 都帶來一個 不錯的支持 或者說 未來有一個進一步 復甦的憧憬 至於港交所 近期股價 就不算太出色 因為始終前期 港股下跌 它也是其中一個 和港股表現相對比較密切 相關的股份 我自己預計 第二季港股有機會 上市 24,000至25,000 在大市 做得相對比較好之下 我認為港交所 也可以受惠 同時 看到今年以來 港交所 退出一個 新的上市制度 就是這個 其實看見到推出來之後 反應 相對比較熱烈一點 暫時應該都有 超過10間的企業 申請上市 那我相信 在長遠來說 有機會對它一個 在IPO方面的業務 都是進一步 大力的支持 那再加上 現在中概股 陰霸 未消退 我想 往後 對於一些 中資企業 選擇 在 上市地方來講的話 我想港交所 始終是一個 比較重要一點的市場 是值得其他 其他企業的考慮 所以對於 剛才所說的一些 大型金融股 我覺得對於一些 處於進取 和 穩定的投資者 之間的 各一批投資者 是可以作為一個考慮的